上集,基亞和爸爸 正式開始他們馬來西亞初渡遊之旅 不行,總之你要抱著我的腳 為了可以令基亞鎮定一點 爸爸成功克服萬呎高空 我試試趴下去 好 不行,受不了 又挑戰了高聳入魂的吉隆坡塔 今集,他們將會離開吉隆坡 飛去沙巴 體驗不一樣的馬來西亞 對,我們要趕快去飛機 我們是否要等下一班機 不能等下一班機 今天基亞和爸爸 就會從吉隆坡飛到沙巴 那邊剛出炎煙 這條水牌就顯示正在登機 只剩下這麼少時間 究竟基亞和爸爸 能否可以飛到沙巴 本身很鬆動 現在很迫切 真的 很假笑… 前面看到我們的飛機有多厲害 我們的飛機還未到 未見到飛機 對 沒有人沒有飛機 沒有人沒有飛機 沒有飛機 沒有飛機… 這是延遲的 真的嗎?真的嗎 我原本跟姐姐在這裡吃麵 真的 然後收到可教的消息 我們快點跑 原來來到是延遲的 不是 應該… 我覺得她已經出發了 已經…出發了嗎 對 但本身我們的飛機是7時25分 現在還未到 我們剛才是… 媽媽是怎樣的 你是不是拍我自己 我是全部的行李都開了 你拿著紅啤啤,我拖著你 是嗎?不斷拍我這樣 很刺激 是 全刺激 本身我們… 對 水牌有問題 本身是延遲的 然後又破開,延遲又延遲 令我們有誤會 這塊錢我們成功了 追到飛機 但飛機還未到 在機場說頭說命的畫面 簡直是每個旅客的惡夢 但看見你們玩得那麼開心 似乎這次追飛機 也是一個挺好笑的回憶 就是這樣,他們成功登機 到這次初渡的第二個點 沙巴拉 馬來西亞是一個 一個講求多民族融合的國家 而仍然保留原始文化 和環境的沙巴 就住了不少原住民 今天幾天和爸爸 來到的馬里馬里文化村 就是一個聚集沙巴五個部落 聚集一起推廣原住民文化的 文化基地 下面的河很漂亮 姐姐 謝謝我 慢慢走,扶著吧 不怕,爸爸有濕紙巾擦手 有濕紙巾擦手 因為這裡曾經下雨 所以會濕一點 這條橋是搖的 我很喜歡這條橋 不會掉下去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走的 很穩定的 你看,那些威也扯著 威也扯著 甚麼威也 不用擔心,你看多漂亮 我們先拍照 我不用,等一下吧 你想快點到達目的地,是嗎 是 你看這個博物很漂亮 我快點到達目的地 好 到達目的地 走過這條橋 遊客就可以貼近原住民的生活 在原始森林裡 參觀不同部落的居住環境 對於幾亞在城市生活的小朋友來說 這個體驗真的非常難得 這些屋子全都是自己造成的 真的嗎 對,你看這些是一條一條 自己造成的 木的 就是躺在上面 知道為甚麼嗎 不知道 因為他說原來這裡當地 有很多海盜 喜歡偷的女生 偷的女生拿去賣做奴隸 你害怕嗎 而且這條梯是動的 如果女生上去睡覺後 那條梯拿走 令海盜不容易拿去那些女生賣 你先上去 給眼鏡給爸爸 我害怕,我怎樣 不用害怕 玩在公園怎樣玩 玩在公園也要問 用木來做嗎 不會破壞的 我知道不會破壞 但我不想做事 好 最重要是讓你感受一下 看過就可以了 爸爸 像玩在公園一樣爬下來 我不想 剛才的叔叔說這裡有很多 放米磚,是放米的地方 他們有很多家庭都放米 米只可以吃一年 如果一年之後還有很多米 代表家庭很富有、富有 還有很多其他人會來偷東西 偷他的米 所以他會放很多暗器 或者放了很多人保護自己的米 謝謝,吃吧 吃吧 甚麼都要嘗 好吃 好吃… 這不是辣味 很好吃,你一定喜歡 不辣的 不辣的 一點也不辣 有點熱 很好吃 你最喜歡的 姐姐,你嘗嘗一下 給面子吧 不要弄我發脾氣 你…就算爸爸給我一張紙巾 你拿出來,你不吃就好嗎 厲害 好,試試吧 好吃的 好嗎?試試吧 他有一點不喜歡洋蔥 洋蔥味重 因為他經常覺得洋蔥有點辣 甚麼都嘗試,不好吃就喝水 不知道是否因為天氣太熱 幾下又開始出現敏感的情況 算上次在吉隆坡塔 這次已經是第二次發生這種情況 如果爸爸再不做點事的話 恐怕一趟初到有行程 幾下都會像苦瓜江一樣 對,香港每個小朋友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始終生活環境 太幸福給他們 有冷氣,去的地方乾淨 不會熱 就算熱也有把風扇 現在我們風扇也沒有 在這裡弄光 我告訴你,累不可以這樣,知道嗎 我們現在聽別人演講 別人比我們更辛苦 別人也一早起床 爸爸不再罵,但你聽話,好嗎 我叫你試的東西 你就要試一點點 不喜歡就喝水,好嗎 爸爸Wingo很明顯是個好玩得 而且很樂意嘗試新事物的人 所以為了感染幾下 爸爸特地在他面前玩得更加投入 究竟這樣能否打動幾下 爸爸,你教我吧 你別拿那麼緊 好 我想爸爸再試一次,還是你自己試 我 好,你加油 但你要問我,你要跟我說話 加油… 你扶著讓叔叔用力一點 不然起不了火 很累,但我也覺得很好玩 不累 真的可以 對,很厲害 給我一點獎勵,姐姐 只是自己調節出來 例如這三個… 這三個都可以 這三個… 對,全部都對,沒有錯 我們不用重視錯和錯 對,因為香港的教育 令他們常常回答每一個問題 都要說錯,就會罰,就會罵 我去旅行也是,可以慢慢調整 不過他比較難教 去旅行多試一些東西 可以做好好的教育 可能真的被爸爸那種積極打動 就算天氣有多熱 幾下都開始玩得很開心 你喜歡這個環境嗎 如果讓你自己一個留在這裡三天 你會怎樣 我不想 我不想 即是你不喜歡這個地方 你很想快點享受吧 是 這些是香港的公主病 接下來,我想如果旅程結束後 希望她的公主病可以減少一點 而且適應力可以更強 不用像現在這樣 雖然我也很熱,女兒 我也很熱 你看爸爸濕透了,你摸吧 行程來到尾聲 當地的無律族原住民 都邀請爸爸參加他們的跳板儀式 無律族的原住民 在家中央會有一個凹凹的地方 看上去就像一張彈弓床 所有男性都必須透過這個跳板 跳上去摸到的還樑 才代表有資格取妻 爸爸究竟可否通過這個考驗 準備好了嗎 1、2、跳 開始 1、2、跳 差很遠 好 1、2、跳 好… 謝謝 住逛在城市的紀雅 很容易因為天氣影響心情 但爸爸勇於嘗試的精神 對紀雅來說,真是一個很好的身教 似乎這個才是這次文化村 最大的收穫 其實我們去旅行一定是這樣的 有熱、有冷 如果你是任何東西都不玩 去旅行真的沒甚麼意思 留在香港比… 留在香港比好,知道嗎 知道 不如我們接受別人當地的熱 以及接受他們玩的東西,好嗎 可以嗎 很累 我知道你很累 我們現在準備上車休息,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為甚麼我要洗澡 我在下面有河 我現在跟你去洗澡才上車 我沒有在河 好,不如我們試試別人的東西吧 我們去下面河洗澡,我們才走 不用 好 下一節回來 我們一起看看他們的沙巴之旅 還有甚麼經歷 好.知道嗎 參觀營 朱巴 紙人,多氏なた 他一直要去 交單 USB 我愛 digamos 我們在這裡準備浮潛 待會我們會坐船 坐20分鐘左右,便會到島 它會包含我們午餐、船 然後到島 最後還玩獨木舟,是一個套餐 姐姐,你現在的心情如何 開心嗎?不開心? 你不是很期待浮潛嗎 今天的行程都是一大早開始 休息的幾夜,心情也很像一般 對,希望去到外島 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 可以引起它的興趣 預備好,我們就去報道出發 去吧 你好… 很好玩 為甚麼有這麼多 一點也不高 跟我們在香港的浪差不多 有些緊…現在害怕嗎 現在害怕嗎 你很擅長,女好用,再按摩一下 1、2、3,太好了 我們可以游泳吧 水是否冷 有魚… 跳… 在這裡跳… 她剛才這樣,黃姐姐 她跳著跳著這樣 對 她會跟你欺負 這次他們去到的 是一個叫丁拿灣島的私人島嶼 這個海灣是以奶白色的沙灘 蔚藍的海水和貌密的植坯移民名 來到這裡的遊客 除了可以享受 獨一無二的陽光與海灘之外 還可以參與島上不同的水上活動 這次他們專程來到這裡 原來是幾天想找海底奇兵 家長,你想在這裡見 最想做甚麼和看到甚麼 有甚麼 有浮潛、獨木舟 浮潛 最想浮潛? 對,想嘗試浮潛,是嗎 因為… 因為預約這個行程 女兒想看,她想嘗試浮潛 我本來經常浮潛我的東西 因為夏天我會捉鞋 所以想讓她感受浮潛的東西 看魚的東西是怎樣的 想快點跳下水嗎 想 浮潛這個活動 雖然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玩 但在大海中 要利用呼吸器、呼吸和呼氣 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待會你戴著面罩,記住不要說話 如果你看到甚麼話,告訴爸爸 你趴著爸爸… 爸爸,你會懶著 我會牽著你一起游 爸爸用蛙鞋踢快點 要牽著你一起游 但你千萬不要說話 很漂亮,不要說出來 記住,否則你現在… 不斷喝水 知道嗎 咬進去 好,呼氣,呼氣… 呼氣 用嘴 你用嘴吐氣,不是待會… 我用不了嘴吐氣 一定要用嘴吐氣,呼氣 現在不是 好,你待會不要在這裡喝水 就行了 我現在教你,你不聽 有浮潛經驗的爸爸 想在下水前多給幾天提示 但不知道為甚麼 幾天完全聽不入耳 口呼… 吸氣、呼氣… 你游泳也是這樣 游泳也是這樣 對,游泳也是這樣 吸氣、呼氣… 呼氣 你看不到東西 你又要學習,又說要浮潛 直接受不了香港 這個狀況我沒有預期之內 我打算一個人 很基本上會用嘴吐氣 誰不知他做不到那件事 比較受呵護 所有家長都太疼小朋友了 所以比較滋整 可能我這幾天抑壓著脾氣 對,我一直都很少發脾氣 他想怎樣就怎樣 可能那一刻令我突然爆發 就很生氣,我那一刻很生氣 很想立刻不玩 之後也好,他也敢嘗試下水 但沒有用那個吸管 我不要緊,還是帶他下去游泳 久不久叫他戴眼鏡 就這樣尿泳去看看下面的環境 是漂亮的,是多魚的 姐姐有跟我說 他看到有一條綠色的魚 一條藍色的、一條啡色的 還有一堆石頭 他所說的石頭其實是珊瑚 在猶大浪、猶豫瀾的大海浮潛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最後是姐姐能克服她 可以下水 我也跟她說了對不起 脾氣大了,有罵她 我也跟她說了對不起 在整體上,她這幾天 是由開始到現在比較厲害 甚麼都願意嘗試 最初甚麼都願意嘗試 說停就停 但現在給我的感覺是更厲害 這次幾天在浮潛中收獲的 不只是對小丑魚的回憶 還有就是旅行帶給她的成長 能夠由抗拒到踏出第一步的嘗試 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沙巴因為獨特的氣候 以及地理位置 孕育了一片很大的紅樹林 以紅樹林裡 就有各式各樣 你看到也沒見過的動物 今天基亞和爸爸 就來到這個卡拉卡拉的紅樹林 看看能否找到貧林絕種 全世界剩下5000隻的長臂猴 1、2、3,飛 太好了… 來自馬來西亞的長臂猴 被稱為世界上最英俊的猴 之所以有這個稱號 最主要是因為 牠是一個又大又長的鼻哥 看來認真霸氣 但要在紅樹林裡 找到野生的長臂猴 機率大概只有10分之3 簡單來說,就看看你有否運氣 Dokan,你想想 如果牠的手長、腳長 為何不叫長手猴、長腳猴 因為長臂猴…我不知道 但牠的手長很長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嗎 沒理由的 我忘記了 長臂猴的名字是有特徵 牠應該是鼻子很長 如果牠的手長,牠是長手腳猴 牠真的有手長 牠是長的,我跟你說真的 我們待會看到牠就可以留意到 不過我們不能近距離 這個猴子很遠,不要緊 為甚麼 我們不張開眼睛 因為牠害怕人,你忘記了嗎 對 可能長臂猴真的太害羞了 牠們父女坐了這麼久 猴子也不見一隻 整個過程是大約40至45分鐘 我們是一隻長臂猴也看不到 正當大家以為 這次的旅程會空手而回 突然有一群不速之客跳上船 好嗎?不要… 你別動… 你別看牠… 原來控書林除了住了長臂猴之外 還有牠的親戚長臂猴 整地都是… 吃蝶的,日蝶 姐姐,你看,原來這裡抱著寶寶 寶寶… 你看見他抱著寶寶嗎 很小的寶寶 你看看寶寶多小 很小的寶寶 你看見嗎 抱著牠的媽媽 抱著 別走過來,濕了 你把我弄得濕了嗎 我弄得濕了 不要緊,爸爸幫你抹 在61700 你不走嗎 你不走,跟著船走 你不走,你走吧 游泳,你繼續吃吧… 你不撿輸 你不撿輸嗎 馬上走 原來呢 這麼搞笑 我們一開船,牠自己會走 對 牠剛才有踩到你嗎 沒有 沒有,但你有害怕嗎 害怕 但牠們在我們旁邊經過 你也很勇敢,先給自己掌聲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 現在我們回去吃飯 本身去旅行就存在不同的變數 看不到牆壁後 但遇到牆壁後 也算是一種幸運 捨大王臉面… 你出汗,怎麼吃 先擦乾淨 我不喜歡 擦乾淨了 太濕了 我疼你 太濕 我疼你,臉面 你太濕了 我擦乾淨的,擦乾淨 謝謝你,太濕了 好,有它 那我們牽手,牽著手 站高的 為甚麼 這裡很漂亮 你看,它偏空,你看 馬來西亞之旅來到一半 幾十月越來越適應旅行的節奏 背後也是因為有一個24孝的爸爸 沿途鼓勵 頭兩天,姐姐不願意嘗試新的東西 過了兩、三天後 可能慢慢去旅行適應 她就開始嘗試新的東西 這也是旅行的體驗 可以讓她接受新的事物 我也有點開心 馬來西亞真的有賣嗎 你像公主嗎 都叫你穿一條漂亮的裙子 穿一條漂亮的裙子 就好像很漂亮 騎著一隻馬 揮手,跟大家一隻手揮手 我不會,你扶著我 騎馬搖還是坐飛機搖 騎馬 騎馬搖一點 那你坐飛機怕還是騎馬怕 騎馬… 騎馬搖 猜不到 跟女兒在海灘走是… 老婆也沒試過這麼浪漫的感覺 她又不像情人 跟女兒是很特別的感覺 這種感覺,很特別 對 對,女兒長大了 她是嫁人 跟她走沙灘的感覺不是你 感覺如何 這個,走沙灘的感覺不是我 我在她旁邊,她在後面走 唯一是這樣 因為她始終也要嫁人 對嗎 她嫁了人之後 如果她跟另一個男生走沙灘 我跟她在後面跟著走 黏著她 相信無論到多少歲 幾天都會是爸爸心目中的公主 而這次的初渡游 就會是她父母最童話式的回憶 下集,幾天和爸爸 會繼續他們馬來西亞沙巴的冒險 記得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親子初渡游吧 我們要再次廢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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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